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经过几天的忙活 现在车的线路控制系统全部安装完毕 可以试车了 就等着装外壳的铁板了 刹车也安装调试好了 刹车油也加满了 音箱喇叭也安装上了 这个地方安装了一个72伏转12伏的转换器给音箱供电 这个音箱喇叭是12伏供电的 刹车油加的满满的 里边页面已经加到这儿了 双路刹车 车身宽度接近1米6 还是比较宽的 四座 一会儿咱们就开到路上测试一下 这里是厂区 封闭道路 在厂区里面跑一圈 试一下 试怎么问题 用错车拉回老家去 这个车的动力还得相当厉害 昨天试了一下 不用打低速 动力就特别强 上坡完全没有压力 很轻松上去了 72伏60按时的电瓶在两个座下面 这个地方安装了一个空气开关 切蛋主电源用的 现在咱们打开电水 电瓶也亮了 电压78伏 电池电量是满的 充满电了 然后 这个开关再拧一下 就是大灯开关 大灯就点亮了 这个灯特别亮 别看小 带透镜的聚光 两个灯 晚上特别亮 这是车喇叭 这是音箱开关 已经打开了 这时可以通过手机播放音乐 音响效果上也特别好的 6寸的低音喇叭 两个高音 这样开着车听的小音乐 是相当惬意的 如今变得沉默寡言 风雪要我两三年 心中早已无缘言 然后咱们把音乐关闭 直接就关了 这里留了一个备用开关 这个本来是安装大灯设计的 结果这个电门有两档开关 打到这大灯就点亮了 所以就不用那个开关了 将来如果安别的东西可以用 现在档位在屁 驻车的 驻车以后踩电门 车是不动的 然后这是倒打 这样踩的话车就要动了 直接就跑了 前进 前进挡 驻车 这是低速挡 拉下来以后是低速模式 扭矩放大三倍 动力赶赶的 现在就开着跑一圈 就是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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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越野能力相当厉害 不用低速挡 直接卡到跟前 一踩直接就上去了 这就是四驱的好处 扭矩大 这个高度有20公分 多了高度 轮胎直接卡到跟前 轻轻一点就上去 底盘高度也完全没问题 根本卡不到底 看这个悬挂 悬挂也可以 前面抬那么高 主要是看轮胎有没有离地 轮胎没有离地 就说明悬挂形成还可以 要悬挂形成不行的话 这边轮直接就抬起来了 因为 这么已经压得很高了 这样 左边减震压缩 压缩到很短了 右边减震拉伸到最长 这样保证了 这个轮不悬空 不悬空的话 就能死长劲 如果悬空 就需要插出锁了 没有插出锁 交大柔过不去 左圈轮也没有选控 减震形成还可以 所以说这个车 在农村爬个山 应该没啥问题 跑起来 无论是动力 还是底盘高度 都没有事 测试完毕 关闭电门 跌压还有77伏 原来78伏 跑了一圈 掉了一伏的跌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